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你好 我是Ernest 是Financial Palace的大中华区董事 今天恒新指数收报23,802点 升了274点 而国企指数收报13,451点 也升了135点 成交今天很大 也去到915亿 而期指最后也在做高水 23,841收的 今个星期来说 整个星期港股都录得升幅 恒指也升了2.78% 而国企也有3.67%的升幅 倒回来 虽然今天下午 护心上证也做好 有1.5%多的升幅 但整体来说 整个星期都要跌了少少 今天可以给大家一个贵结的排名 全球来说俄罗斯也升了15% 接着希腊匈牙利也有8%的升幅 最差就是埃及 跌了接近20% 接着就是一些中东国家 虐弹、人道感 其实今天你会见到 那个气氛都挺好 其实整体来说 今个星期都挺不错的 尤其是你知道 内房股今天很多都升得挺急的 例如恒大升了7% 但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 之前的国务院就说 希望每个地区都希望 在国内调控楼价 但大部分地区都将楼价指标 和调控目标 和经济增长掛勾了 无形的心理 大家就觉得 还有10%升幅 所以也拆了上来 但会记得 虽然中央有政策 但下有对策 但基本上这一次 就大大碎入了 控制楼市政策的效果 所以我个人认为 国内调控楼市仍然存在 至于最近这个星期 亦相信大家在炒日本危机之后 大把资金回流市场 政府注资加上量化宽松 基本上来说 日本四天注资 都多过5000亿美金 还有第二轮额 美国也有6000亿 所以其实流动性过剩 也炒起了市 但也要记得 虽然太多资金 但其实通胀压力仍然存在 所以你看到之前 就算是日本的地震 中国也有加全准 还有其他印度 或者越南 泰国也有加息 所以也不要违望 例如未来通胀的问题 令中央会否 第二季来说 推出一些政策 更紧熟的政策